我们手机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谢谢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 来到我们的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 加油 是动词 几个字 四个字 这超难的这个 就是那个 然后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那个两个东西看一下 就 这谁出的题目啊 过 这太难了 就是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心中 一个字第一个字就 锤 锤 锤胸炖足 锤 打 对第二个字 它真不好是吗 就那个五花肉炖什么了 啊 五花肉炖得很 打烂 对打烂对 然后两个东西 它本来很脆的 叮叮 然后一敲 两个东西本来很结实 打烂玻璃 对 哇 好听一下这个很容易的 第一个字 噴 对 然后那个那个东西 嗯 嗯 嗯 然后一 然后那个东西 嗯 真的只能用声音很难呢 臣妾做不到 哈哈哈哈 哎 语小姐不能看 语小姐不能看 噴 就那个喷 对喷是对的 我是说了 嘶 然后一种东西啊 就是呢 蛇 虫 对 喷 然后 喷什么 然后 三个字 喷害虫 喷什么 喷什么 喷什么虫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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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三个字啊 我说四个字 四个字 三个字啊 现在是三个字 三个字 不能用手 啊 主 吾 哈哈 哈哈 推山老摇吗 这样 然后 佳哥在风溃边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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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玻璃烂玻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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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后来他就表达一下 我的鼻子 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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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状态 咕噜咕噜咕噜 对呃 咕噜又叫什么 主主要叫什么咕噜咕噜咕噜 我们要去泡茶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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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烧 三个字吗 对三个字 烧怎么才能泡茶 咕噜咕噜 烧柴火 烧开水 我还在我体会你那种要哭的感觉 是我要哭好吧 你让开一点我看字都看不清了 几个字 这三个字我们平时就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那里坐着 然后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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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咕噜咕噜咕噜 哈哈哈哈 捏脚 你就坐在那里 剪头发 对 剪理发师 好然后一到中 一到那个那个新闻节目一完了就开始 这是换一题了是吗 换一题了四个字 然后一到新闻联播一完了以后 天气预报 yes 我想很简单 可以这个是两个字形容一种技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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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不了 哦 换一种技术 一种技术晚上有人就是 就是对 就是晚上 他会把那个车开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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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车 嗯 就很爽的 那个飙车 飙车 就帅多了 另外两个字 赛车 第一个字是 那个风一吹 过吧 时间到了 第一个字是 风 风一吹他就 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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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这已经严重超时了到这里 怎么办 你们两个是五题 这题不算是吧 这题加上了才六个 是啊 对但这个已经过了半分钟了 刚才我尽力的去猜 我也知道维加在尽力的演 但是真切做不到 你们这个确实好像有一点 打烂玻璃谁出的 你们跟我站出来 那个烂很难猜 那个烂玻璃 不是主要维加全球 我木得考的看到维加就已经被一道一道题 渐渐逼疯了 一剑一剑被锁喉 我看完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宋倩的定力 他至少在很正常的表演 对 维加有一半时间是在癫狂 吼吼吼吼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海涛赢了对不对 对 那海涛呢将会享受这个圣者的光荣 将会由宋倩亲手在现场来为他制作一道 萧夏的美食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是我做的这一道 是韩国 在夏天 韩国人比较就是经常在家里面做着吃 就像我们中国的绿豆汤一样 哦 萧夏的是吗 哦 萧夏的是吗 对 要用什么材料你跟奶奶讲一下 要用西瓜 嗯 然后还有牛奶 嗯 然后还有汽水 嗯 然后其他的就是还有 冰块 冰块 然后其他的就是做配料 OK 好 嗯 请开始 柠檬草莓和过河液 在韩国如果用韩国的话 中文翻译过来的话叫花菜 干锅花菜很好吃的 对 那你尝一下这个冰花菜 好吧好吧 来 看上去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你是现学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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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我还吃过呢 我知道你吃过 我知道 啊 做的吃过呢 哈哈 你知道有人 连续说四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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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证明有 哈哈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哈哈 哦 在这个牛鲜牛奶里面呢 倒上这个 哎 一点点就可以了是吗 对 他作用是什么 要不到呢 如果不到的话 就没有那种 就 呃 汽水在 在嘴里面那种 咕噜咕噜咕噜的 还是要这个泡的感觉 什么干 冬了瓜 而且放 而且放 汽水的话 就是牛奶会有一点点甜甜的 更有一点点甜甜的 啊 有这个汽水在里面啊 好 接下来 西瓜 西瓜 哈哈哈哈 对就是说你倒他的时候都要叫他一声是吗 对 颜色会有一点点那种草莓牛奶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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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喊他们 快喊快喊 喊他们 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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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为什么让海涛赢了 哈哈哈哈 让他试试这个 这个产品有没有毒 没事因为我就喜欢这种 有碗的感觉是吗 哈哈哈哈 就好了是吗 就好了 可以了 就好了 那就是倒在一碗 好难哦这个做法 哈哈哈哈 那这些不要配一下吗 对啊他们 对啊就是最后 啊 盛出来之后 草莓 草莓草莓 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资格尽碗草莓 哈哈哈哈 是要把西瓜製成草莓的感觉 但是明明有草莓在外面躺着 哈哈哈哈 没有 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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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里啪啦哭哭哭 哈哈哈哈 那你这摘菜的感觉 啊 完成 哇 我看着就好好吃了 这个真的很美耶 好 那这些是 我我是自己用手吃吗 不然呢 你用脚吃啊 哈哈 哦哦哦你想要送钱喂你吃 不行不行不行 那不好不好不好 可以啊不会不用不用 哈哈哈 salt 啊呀 啊 董董董董董董 你喝一口那个汤 因为可能西瓜还不是很凉 啊 啊 这好吃是好吃 吃完副作用挺大的 我好像做错了 不是好吃的 它就是有那种 西瓜的那种冰爽 但是有一点 小清新和小油腻在里面 什么会有油腻在里面呢 会不会评价 那个油腻是 是你自带的 自己舌头油腻是吗 这个油腻是 包扁一词 包一词 好的那个意思 好的叫包一 对 我懂那就是那个 汽水包裹在嘴里那种 因为有牛奶在里面嘛 就一个很好的融合 要不要谢谢倩倩呢 谢谢倩倩 好客气 快接过来 别让他老端着了 好谢谢 何老师尝一口啊 还不错 我们俩都尝了 真的还不错 就非常夏天 非常夏天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来 啊 哈哈哈哈 何老师吃完也有副作用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啊非常好吃 那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请倩倩上来 跟我们继续互动啊 我们稍微请上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辛苦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刚刚送走了宋倩 她待会还会回来 跟我们继续玩 但是接下来呢 还聊夏天 好不好 接下来又有两位 非常可爱的女生 来到现场 立马还有三个 算三个帅哥吗 一定的 因为她最 她们最近全部拍的戏 都在都在播 对 热播 可以说这五位 真的是炙熟可热的明星 而且她们都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没错 那接下来就欢迎 工具组的朋友们来 欢迎来吧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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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场怎么说呢 就是赵丽莹 赵丽莹有一种就是 经常来这里走一走 带的地方 朋友过来 周冬雨是第一次来快到大北 第一次来 你要先跟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 不是第一次就都这样吗 还是不是 不是第一次来就是一带光环的 就是我们很想见到他 就不像其他几个人来了 好 以前看快乐大冰吗 看嘛对不对 你说笑吗 会啊 是嘲笑还是真的开心的笑 哈哈 好了别闹的别闹的 导演跟我们讲 冬雨是很爱快乐看快乐大冰 而且也很紧张上节目 对不对 没有因为我以前总爱看别人 然后自己笑了 然后这回我要逗别人笑 所以 你不用逗别人笑 哈哈 你逗别人笑的事情就 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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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对 哈哈哈 小猪你的眉毛 哈哈哈 你的眉毛 所以是你知道镜头里面更夸张吗 哈哈哈 小猪你好像 你要不要上去修一下真的 哈哈哈 哎小猪 小猪你的眉毛比我的眼睛都大 哈哈哈 我的眉毛也比你眼睛大 这是什么系里的眉毛 还是你们现在习惯就是这样 风 哈哈 什么 没有那个风字上面有病字头 哈哈 有有有有 哦对 你知道就是我是男神经 没有因为其实 其实陈晓的眉毛已经算浓了 已经算不不浅的了 再看过去这几乎就是没有眉毛 哈哈哈 一个 你知道我其实 呃拍拍每部戏的时候 我最爱收集的就是眉笔 然后就是第一部戏的时候 眉毛还挺细的 然后越画越粗 越画越粗 现在我的补妆包里 你像别人有什么粉饼啊粉底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眉笔 你捆成了一捆 哈哈哈 所以你这个眉毛 拿那一捆这样画 哈哈哈 小叔再过个十年就是一把刷子 哈哈哈 帅就除了眉毛之后又帅 陈晓也是越来越帅 我觉得人红了就是会帅嘛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戏嘛 好不好 要上的电影 这个电影主要讲的是一种初恋 最纯粹最简单的一份感情 你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哈哈哈 你为什么好像心里装着很多事的感觉 对你心里面就是说这个宣传电影是其次 对啊 因为你的Fox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 哈哈哈 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呈现着满满的爱 对 而且右边裤子袋里不知道藏了什么 一直有东西要空吗 没有 没有 是多少克拉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丽颖据你所知 她现在有感情生活是怎样 现在应该是空窗期吧 哎我们先看一段短片好了哈 看看空不空窗好吧 很小赵丽颖 她们是荧幕上的最佳情侣 她们是观众心中的天生一对 让我们赶紧看看她们之间那些爱的小秘密吧 证据一 我的眼里只有你 偷瞄 再偷瞄 想看你的节奏挡也挡不住 证据二 情侣配置一网打进 情侣一 情侣帽 甜蜜pose 一个都少不了 连小手都拉在一起了 不为爱情 不会倾你悲伤 证据三 当众表白爱意浓浓 赵丽颖她属于是我的 嗯 还蛮有感觉的类型 丽颖 把她还给我 什么好可怕 把她还给我 我的心 哇 因为你有你的眼睛 把她的东西拿出来 如此有爱的一对 今天现场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现场来拷问一下她们吧 而且我觉得很妙的是观众也很看好她们两个 对不对 大家都很开心 你们希望她们两个在一起是吗 哎所以其实我想问一下赵丽颖啊 这些只是陈晓在公开的场合 比如说因为 比如说你们是很好的搭档来表现出来 或者是甚至是因为剧的需要 剧的宣传的需要表现出来 还是说她私底下也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事情 她在私底下 是很照顾我吧 互相帮助吧 我们两个 是这样子的 我都会跟媒体问我 而且媒体经常会问 关于我跟丽颖这方面的事 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很正常的 我们从陆正传奇开始 当时默默无闻到现在 有那么多人能够认识我们 我们一起是走过来 所以我特别珍惜 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感情 尽量地去维系它 你去珍惜它这样子 就未来一切都有可能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听说你爱画画是吗 对 画过丽颖 这种画一看起来就是可以 可以放在心里的 不是 就可以传给子女的 不是说那个 Jack画Rose吗 我觉得是把这个感情 放在心里了 不管怎么样 有可能没可能 我们都还蛮期待 公所沉香在八月十三号 我蛮期待的 八月十三号跟大家见面 至于这个剧组呢 真的是有一些 我们值得去推敲的事情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公剧组 全知道 这是一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作品 但更重要的 这是一批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演员 冬雨虽然是第一次见 但是也有我们的好朋友 拜托我们要多多照顾她 对 要不要你自己讲 那个是谁 你自己不知道啊 还是你不知道这件事 还是他默默地为你做一些事情 真的假的 太感人了吧 你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没有 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他说 就是我要去参加快乐大本营 我有点紧张 是吗 我就说我要去 然后说 他就很热心地说 我特别熟 太像他感觉 而且是当着你的面说的 原来他不是希望我们照顾他 他是当着东宇的面 显示他跟我们熟 他有把我们每个人回的 放给你听吗 我们回了什么他有给你看吗 没有 那纯显辈了那就是 纯显辈了对吧 纯显辈 纯显辈 既然这个人这样 我们也不需要公布他的名字 好不好 好 您更新你的白字 好了我们开始了 第一题 请问你们五位当中 谁最幼稚 三个男生都指的周冬宇 陈小指的包贝尔 好 包贝尔有三票 那个周冬宇有两票 我们先聊周冬宇的事好了 你戏里面认识了包贝尔 你们有没有很亲的感觉 他是我表妹 我是他表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俩都长了一双 8点20的眼睛 什么叫8点20 什么叫820 就是你看那个钟表 8点20是这样的 两边就两个角都有 哎这张真的有像哎 周冬宇怎么个幼稚吧 谁愿意来说说看 我指周冬宇嘛 第一次见到周冬宇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还是那种 就很小清新的女生 然后结果我见到第一天 他就说 你这里面真的是有眉毛 不完全是画的 哎那个眼皮和眉毛 中间那个距离好短 没有 仔细看他不是完全画的 他还是有 我以为他是在皮肤上画的 好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你刚说到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 然后 然后他就说 说那个我就我就开玩笑 我说你觉得我跟 你这眉毛能挑动吗 哈哈哈 挑一个眉毛 可以动一边那边不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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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受 我就问他我说 你觉得我跟陈晓谁帅 他说 嗯陈晓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 嗯 但你你更帅 你有一张马脸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啊 哈哈 我说原来你是这么夸人的 哎马马的眉毛蒙 还是你的眉毛蒙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心直口快很可爱 多多五分成肉籽啊 媒体那是投给鲍贝尔的啊 那个 我没觉得 我才 陈晓陈晓和丽颖都是投给鲍贝尔的 对不对 嗯 为什么 因为 呃 你比如说男人和男人之间送礼物 一般都会送一些 比如说 打火机啊 美笔啊 哈哈哈哈 没笔 他说男人 哎呦 翻白眼 刘德尔他送过我一双袜子 嗯 然后送袜子其实也很正常 但是那个袜子我就记得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是一个圣诞老人的图案 然后黑底的上面有圣诞老人 架着那个车 然后袜子旁边还有毛茸茸的边 然后包括鲍贝尔的睡衣 有一次我去鲍贝尔房间看电影 他的那个睡衣是一个像 像老虎一样的 像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是虎纹还是鲍纹来着 就有点像 嗯 这是不是一个卡通的样子 倒过带过来 对对对 周星驰路顶记里面的那样子的 就是有卡通的那个头套 对对 然后是连体的 连体的 我就觉得就特别 后面还有个尾巴 那个是幼稚的 那个不好睡的 后面有尾巴 你睡那尾巴往哪放 趴着 就是睡觉的时候就 就蹲着睡 哈哈哈 我可以补充吗 啊 请补 当然 我觉得他有一点 就是也让我震惊了 就是他我们平时 比如说我们 会玩那个骰钟啊 都是拿那个盖啊 放了几个骰子 在那摇摇摇摇 对对对 真实的玩 鲍贝尔真的让我惊呆了 他竟然就是我们两个 坐一个车的时候 他竟然说我们玩意识 意识流的骰钟 什么叫意识流的骰 就根本没有骰子 也没有骰钟 想象当中的 硬玩 我们试一下 我们要先想好 我们要先想好一个数 来 四 三 二 你想好啊 摇着想 四 三 二 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我看错了吗 呃 三个三 三个四 三个六 开 开 我三个三 一个四 一个五 三个三 我三个三两 我没有六 喝酒 喝酒 但是没有钱买下来 酒也是这样的 酒也是假的 没有酒 好可怕 又健康又环保 你们每个人脑子 而且拍戏拍到这里有问题 我们重点是就在车上摇了一路 就是 然后大家准备准备好了就歪一下 就准备好了 老师我们来一把 但是这个摇的时候 如果这个喝着酒一时留的话就特别晕 不能选一样的 不能选一样的 也不能选择子 不能选一样的 不能五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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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规矩的这个 那如果我比如说 我就是想赢你 然后我就 我就去 君子游戏不能假 要发誓的吗 就是撒谎了 这辈子主持都打磕巴 来位加我先发誓 如果你说假话的话 你这辈子都不长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是大不大方方说假话了 哈哈哈 反正我也不会长了 你还会缩 哈哈哈哈 vivo 智能手机 快乐大本营 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你不可不用的 消暑神器 大公开 我要推荐的是这个 文银必死香 这个是叫做金金 手动的 然后越转你就越快了 让你的意念 控制住你自己 静下来 面前这个东西是切西瓜刀 一下就能把西瓜切到底 哇 哇 哇 Vivo智能手机 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